哈喽 女人大家好 欢迎收看 目报 我是你的王女家 男老师 再见 大家好 新年龙男子 国新年龙男子 谢谢 什么啦 呃 学习 你送我一个新玩具盒吧 为什么呀 因为你的坏了 你要做不搞的 表现好 我就送给你 嗯 太好了 反弹并没有明信 去吃董东园二 不对不对 是下去董东园二 嗯 我要看 你就看了吗 2011年度动画电影 中国票房十佳 第六名 赛车董东园二 赛车董东园二 是动画巨头皮克斯的 俗其利作 在这部电影里 赛车可不仅仅只是拥有 铁皮的冰冷机器 而是通通拥有着 人的性格和形象 每一辆赛车就好像一个 活灵活现的人 这回上你没法复活 臭小子 赛车总动员二 沿用了好莱坞的一贯大路 以间谍和赛车双线展开剧情 平凡而又天然带的板牙 成为故事主角 一路上憨傻又脱线 结果却在误打误撞中 挫败了敌人的阴谋 变成了大英雄 诶 诶 兄弟 你没事吧 欢迎来到我是新德力 马上赶到 第一次 影片中炫目的三地视觉效果 和大小不断的效量 值得赛车总动员二 以7955万元的票环成绩位列第六 现在是我想养一只狗 为什么你要养一只狗呢 因为看了丁丁的险境 你们要吃白血 对了 丁丁 我丁丁的险境 是第五名 只有第五名吗 第五名已经很棒了 好吧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011年度动画电影 中国票房10家 第五名 丁丁地险境 丁丁地险境改编自比利时漫画家 埃尔热的同名作品 这个从漫画中走出来的小人 也陪伴了80后一代人的成长 丁丁地险境 丁丁地险记讲述的是充满好奇心的年轻记者丁丁和他忠心无比的狗狗白雪 有一天发现了一艘藏有惊天秘密的模型船 为了解开秘密 丁丁和他的朋友经历了无数困难和惊险情况 开始了一场游历半个地球的大冒险 丁丁地险境沿用了传统冒险片的套路 再一次点燃了观众们隐藏在心中的冒险家的梦想 高达一亿三千二百六十万的票房收入 再一次证明了冰冰非凡的魅力 哇 白雪真是太可爱了 这一次我都玩去和呢 啊 现在没有名字再给你吧 不知想外 啊 今天有网络发这个人 拜拜 拜拜